上一个网的收获挺不错 有一条大的海红帮 还有两只龙虾 所有的鱼货 加起应该能卖个一千多块钱 这一个网是放在龙虾窝的位置 龙虾窝也没让我失望过 准备上它个十几只龙虾 如果也顺便上几条大海红帮 也是挺不错的 这个网的第一条鱼货 是一条箱头 最近的箱头比较少 上一个网也就补了几条箱头 这个网看能不能补多一点 这是一条鹰鸽鱼 最近补到的鹰鸽鱼数量就比箱头多一点 而且最近的鹰鸽鱼都是比较大一点的 现在已经40块钱 海鲤鱼数量就更少了 但是最近的海鲤鱼比较肥 海鲤鱼成这个蒜瓣肉 煮起来是挺好吃的 外海这边能看到近海那边 也是有好几艘鱼床在那边作业 灯火还是挺亮的 上一个网的尼蒙鱼也是比较少的 光赏鱼一条放生了 一条后甲鱼也是叫后鳞鱼 因为它的鱼鳞比较厚也比较硬 已经也就十几块钱吧 老虎鱼一条 这条老虎鱼看起来不算大 比较小的老虎已经也是130左右 大条一点的已经就要达到150了 价格是挺好的 小蒸鱼一条 今天起往的小蒸鱼就比较少了 前几次过来外海的小蒸鱼就比较多 一斤也就二十几块钱吧 大波皮却来了一条 最近的大波皮数量是少之又少啊 应该也是快要挡价了 现在一斤也就三十几块钱差不多 我来了个椰子罗 这个椰子罗看起来挺大的 应该要四斤左右 上次搞了个椰子罗是五斤多 这个要小一点 不过也是挺不错的 现在一斤要五六十块钱还是挺好卖的 这条泥蒙鱼倒是挺大条的 应该要一斤出头 上一个网上了一条两斤的泥蒙鱼就真的大 黄鸡鱼一条啊 终于来一条黄鸡 也是四个网的第一条黄鸡鱼 不是吧 最近的黄鸡鱼都挺多的 今天怎么才补了这么一点 后面是小蒸鱼一条 蒸鱼也是来了有几条的吧 还在等着它来几条大蒸鱼呢 那蒸鱼的价格可是要比小蒸鱼好卖很多呢 哇龙虾窝这里终于来龙虾了 毕竟是龙虾窝嘛 怎么可能不上龙虾是不是 又没让我失望了 这已经是第五次在龙虾窝这里放网了 既然还有龙虾不过数量明显也是变少了 拉了这么久的网才上了这么一条啊 鹰鸽鱼啊 最近上的鹰鸽鱼还是比较大条的 不过好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上过一条小薄皮鱼哦 第二只龙虾了 而且这只龙虾比较大只 这只龙虾应该要六七两 还没有达到一斤 一斤以上龙虾都比较值钱 本杆青龙虾一直挺值钱的 解尼蒙鱼就要非常的小心 不要被它刺到 反而这个网也就尼蒙鱼偏多而已啊 其他疑惑都是比较少 而且这些尼蒙鱼看起来都是比较大条的 天气一冷小薄皮鱼也不见了 黄鸡也是变得比较少 就这几条尼蒙鱼了 这条老虎鱼看起来是挺大的啊 应该是要达到150的规格了 解老虎鱼更要小心 它的刺更毒啊 被刺到可能要打点滴啊 不过在外海这里哪里有点滴给你打 就要忍着痛回去啊 所以在外海这里捕鱼也是有这种 渔获的危险性 所以我们要尽量的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 安全地域嘛 看一下我们解老虎鱼都是非常的小心 不敢碰它的刺 不是抓住它的嘴巴这里 第三只龙虾它来了 龙虾窝这里上了第三只龙虾啦 不过离十几只龙虾还是有点距离 我去上了这只剥皮这么大 也是这个网的第一条小剥皮 没想到这么大 只有一条小剥皮应该要达到一斤多 是又大又肥的 哇真的很少见 这才上了第二条黄鸡鱼啊 前两次过来外海的黄鸡鱼就是真的多 连续的上了好几条箱头上来啊 还有一条柠檬鱼 三条箱头加一条柠檬鱼啊 这个网的效率还算是挺不错的 这个网的鱼货要比上个网多多了 但是上一个网却有一条超大的海红斑就挺值钱了 还敢说完大的没有他先上了一条小的 先上一条小的海红斑鱼鱼啊 这条应该有六七两吧 虽然没有大的那么值钱 但是也算是挺不错的了 毕竟也是要达到两三百块钱了 估计后面会有大的 他的爸爸还在后面等着我呢 这是连续的来又来一条小的 这条应该要一斤出头了 大的没有啊 连续的上两条小的也是挺不错的 不过这个网还有三分之一啊 后面应该还会有机会的加油呀 这个网也就这些柠檬鱼比较多而已了 但是上来了这几条黄鸡也是挺肥的啊 现在的黄鸡已经40块钱 但是今天补到的黄鸡数量比较少 数量一多就比较好卖了 柠檬鱼就比黄鸡便宜一点啊 柠檬鱼现在已经是30块钱 箱头也是30块钱左右啊 这是一条火点鱼啊 火点鱼的肉比较嫩 预巾也是要40块 然后拉了几片网也是没有什么鱼货 但是又来一只龙虾 还是龙虾窝这里好啊 又有海红帮又有龙虾的 网友说应该把龙虾窝这里改名成花财窝 我觉得也是 然后这个网也就取完了 这个网的收获也是挺不错的 应该能跟上个网持平 先给上来的这两条海红帮放一下气压 来看一下这个网的总共收获 除了龙虾海红帮养活了之外啊 其他的鱼货都剩下这些 鱼货还是挺多的这个网 算起来这个网也能值个一千多块钱吧 上一个网虽然鱼货比较少 但是有一条值钱的大海红帮 这个网喜欢啊 这个网收获挺不错 有个超大的椰子罗 还有龙虾 还有几条小的红帮啊 啊能值个一千多块钱吧 应该有的 收获算是还挺不错的啊 还有磷货也是挺多的 现在估计还要再放一次网吧 现在也已经是夜底的两点多了 潮水来不及放网 而且明天有人起笼子 然后网的话等明天中午再放吧 放网等明天晚上再起上来 然后就要回去了 所有的网都起完了 然后现在床也停泊下来了 然后 今天晚上的收获算是还是挺不错的吧 总体收获 什么鱼货都有啊 还有大大红帮 还有龙虾 还有这个大红 收获是挺不错的 大波皮也有好几条 总体收获挺不错 所有收获加价应该估计有 四千块钱左右吧 然后现在准备休息一下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拿到标哥 喜欢我视频的给我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